这是一个背下了诅咒的埃及木乃伊 假如你能看见他 那么很遗憾 你的生命就只剩下66秒 时间一到 木乃伊就会吸干你的寿命 一辆奢华的东方快车 在宇宙中肆意穿梭 车厢里众人正在优雅地享用晚餐 就在这时 一个老夫人摘下眼镜 询问坐在对面的女儿小美 今晚是有人举办了化妆舞会吗 原来就在刚刚 她看到了一个木乃伊装扮的人 浑身上下缠满了破骨 正向她缓缓走来 小美顺着母亲目光回头张望 却什么都没有看到 惊慌失措的老夫人叫来主管 让她把怪物赶走 可主管和女儿一样 也什么都没有看见 对面的女儿也在不断安慰母亲 然而下一秒 木乃伊就将手按在了她的脑袋上 紧接着 老夫人就摊倒在了座椅上 旁边车厢的医生赶来 却发现她已经没了呼吸 不久 一道熟悉的声音从车厢里传来 博士带着克拉拉 通过好朋友电话亭 登上了这辆东方快车 复古列车加上未来科技 简直是吃丧火饭的最佳地点 原来自从博士重生之后 克拉拉发现她越来越冷血 于是决定退出两人的时空旅行 听到他们的对话 最久的小美突然跟博士吵了起来 这一吵 列车长不得不上来核实身份 听说对方自称博士 她的心里不禁在想 今天真是奇了怪了 这些乘客不是医生就是博士 回到车厢里 博士回想着木乃伊杀人案的线索 一个只有受害人才能看见的木乃伊 还有比这更有趣的案子吗 说着 博士从床上起身溜出了车厢 就在她前脚刚离开没多久 克拉拉也默契地跟了上去 这时 她遇到了一脸失魂落魄的小美 对方一路向前 最终停在了一道铁门旁 自从她的母亲去世后 遗体就被藏了起来 小美怀疑列车长 把她放在了面前的房间里 可惜门上有这个世界上 最结实的高科技门锁 只有工作人员有权限打开 想到开锁 克拉拉立刻想到了 那个最擅长开锁的男人 可还没来得及向对方推荐博士 小美就用高跟鞋撬开了门锁 另一边 博士从一位外星神学家那里 了解到了木乃伊的来历 这是一种名为死罩的生物 被她注视的人 必定会在66秒内死亡 5000年前 这种生物的传说第一次出现 听说用某种暗语可以阻止它 只是至今没人成功 而就在这时 灯光突然变得忽明忽暗 木乃伊再一次出现了 它是存在了5000年的木乃伊 凡是看到它的人 必定在66秒内死亡 这时 伴随着一阵灯光的闪烁 倒计时开始 木乃伊再次出现在列车的厨房中 奔着眼前的胖厨师走去 厨师惊慌失措 扶着小推车连连后退 把厨房弄得乱七八糟 30秒时 他发现除了它以外 别人都看不见木乃伊 25秒时 木乃伊缓缓朝他伸出手 胖厨师吓傻了 转身把自己锁进了冷库 刚想喘口气 一转头 木乃伊已经穿过铁门 站在了他的眼前 最后五秒钟 木乃伊将手按他的额头 胖厨师以着墙角瘫软倒地 整个过程66秒 分毫不差 经过检验厨师是死于心脏病发作 为了避免乘客的恐慌 列车长警告在场的所有人 务必管好自己的嘴巴 不久 修理工按照要求送来了旅客名单 接着博士看完车厢监控 发现每次木乃伊出现 火车电路都会出现问题 而且乘客被害的过程 都是精确到极致的66秒 这时 博士接到克拉拉的电话 才知道他被困在了那间屋子里 很快 博士来到了门外 他拿出音速起子准备开门 却发现根本起不到作用 正当他纳闷时 屋里的克拉拉发现了问题所在 音速起子确实生效了 只是开错了门 从这件神秘装置的轮廓来看 里面的东西应该是人形的 就在这时 头顶灯光再一次忽明忽暗 博士意识到一定是木乃伊又出现了 果然 列车长的一名手下 倒在了椅子上 看着周围的一切 博士发现了一件更诡异的事 车厢里的乘客都是某个领域的大拿 如果想好好研究 今天遇到的这个怪物 这些人全部在场简直是完美搭配 看来是有人设下鸿门宴 故意将他们聚集到了这里 话音刚落 车厢里的不仅发生了变化 商务舱变成了实验室 所有的全息投影都消失不见了 这时 一个神秘人开启通讯设备 他希望众人用科学仪器 弄清怪物的本质 这样他就可以逆向研究 就能控制这种可怕的东西了 而就在众人一筹莫展时 神学家惊恐地发现 那个木乃伊一样的怪物 正朝着他一步步地走了过来 见此情形 博士让神学家冷静下来 并尽量描述出怪物的样貌 眼看时间只剩下十秒 神学家大声祈求饶命 并愿意献出自己的灵魂 可惜暗号不对 他还是被暗倒在地 这时 克拉拉打来电话告诉博士 那个神秘装置 应该是用来盛放木乃伊的 里面还有之前的实验记录 眼看博士只顾着打电话 根本不听安排 气急败坏的神秘人 竟然把厨师放飞到了太空里 看着窗外冻成冰棍的几个人 博士突然想到 怪物是怎么挑选攻击对象的呢 通过研究受害人的资料 博士发现这些人都有健康隐患 老妇人的年龄超过100岁 厨师患有罕见的血液病 神学家有着精神障碍 看来无论是身体问题还是精神问题 都是怪物的第一攻击标准 一旁的列车长有些恐慌了 因为他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说不定下一个就是自己 果然 车厢内的灯光再次闪烁 列车长恍惚间看到了那个木乃伊 朝着自己步步逼近 木乃伊缓缓穿过博士的身体 一步步朝前走去 列车长一边后退一边射击 连开竖枪 却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木乃伊不仅无视物理伤害 还可以进行空间瞬移 时间只剩下20秒了 列车长却不在后腿 他扭头看向博士 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是对方让他重新找回了军人的尊严 随着木乃伊把手按在他的头上 列车长倒地身亡 案件线索再一次中断 而就在众人为他默哀时 博士情绪却十分激动 他嘲笑专家们都很愚蠢 如果是他能看到这个东西 只需要50秒就能结束一切 听到这儿 其他人都有些无语 博士未免也太自大 他理智的简直冷血 随后 博士扫描了列车长的尸体 他全身的细胞能量都被吸干了 由此看来 这个木乃伊 很有可能是科技产物 需要通过吸收受害者的能量 维持自己的需求 为了进一步了解木乃伊的能力 博士给克拉拉打句电话 告诉他的下一个目标应该就是小美 因为母亲的死 给他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如果死在别的地方就浪费了 不如带到实验室里 让大伙儿再观察观察 博士这样说 克拉拉十分生气 他原本想带着小美离开 可电话亭却被某种磁场拦住了 见面后 克拉拉指责博士太冷血 可他根本顾不上这些 因为怪物已经出现了 博士用一气扫描着小美的大忙 随后把造成创伤的负面情绪 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 几乎是瞬间 木乃伊调转了方向 一步一步朝博士走来 博士大声喊出了对方的来历 这些东西是数千年前的士兵 他们的身体被塞进各种先进的武器 只有战争结束了 才能得到安息 眼看木乃伊伸出双手 博士喊出了那句暗言 时间正好是一分钟 这一刻 所有人都能看见木乃伊的身影 投降也就意味着战争结束 他向博士进了一个军礼 随后化作了一地尘土 博士从灰烬中拿出一个机器 正是这个东西 驱使士兵不停地杀戮 危机终于解除 可还没等众人感到高兴 神秘人突然说话了 既然目的没有达到 那就不留一个活口 说着 列车启动了自毁装置 当克拉拉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正躺在沙滩上 是博士用木乃伊的传送装置 拯救了所有人 还有一个问题令小编好奇 那个神秘人究竟是谁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短片是来自 神秘博士中的快车魅影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